大家好 我是老徐 今天我参加的是福州野人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活动 今天的线路是长乐天池山 树溪 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刚才出了一会儿太阳 地面有一些湿 因为昨天刚下过雨 不知道今天去树溪的话 心里面的岩石会不会很湿滑 我的队友已经来了好几位了 现在已经到了天池山的山下了 我们到了这里有一个亭子 这里有个墓叫做纪念百七山义室墓园 这是公元2010年建的墓 这是宋朝的义室 这是南宋的时候为了抵抗 远民的义亲 牺牲的义室 放了个墓在这里 我们在这边避雨等一会儿 等后面的车子 后面车子还没到 我们的车沿着公路往上开了一点 到了公路的尽头 是一座寺院 是叫做林芬长寺 林芬长寺的山门前面有一大块的空地 这里可以停好几辆车 因为我们还有几位队友 他们乘坐的车还没到 我们现在要等他们 趁着这个间隙 有几个队友想去上一下洗手间 刚好我也想去 所以现在就进入寺院的山门 到里面找一找洗手间 也参观一下这座寺院 登上了几几台阶 就到了寺院的发生池 一般寺院都会设立一个发生池 而这座寺院的发生池是圆形的 当游客从外山门进入之后 他们就会经过发生池的一个圆形平台 站在这个平台上面 看见金鱼在壁律的池水中游动的 显得十分的悠闲 继续往上走到寺院建筑的前面 这里有个很大的刻着寺院的名字的香炉 在香炉的旁边 这位队友发现 他如果回头俯瞰这个发生池 会见到一个特别美的景象 因此他在这里拍摄风景照片 在寺院的门楣上刻着西游记人物的浮雕 展现了师徒四人在西游土中的一个小故事 往大殿里面走是大度弥勒佛和四大天王 弥勒佛的背后是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的左手边是达摩祖师 但是在达摩祖师的对面的这位比较陌生 一般在寺院 达摩祖师的对面是佳兰菩萨 也就是观公 但是这位没有大胡子 但是有三只眼睛 我猜想是华观大帝 因为华观大帝也是三只眼睛 并且因为在天池山的山脚下 有华观寺 那里供的就是华观大帝 这里呢离华观寺比较近 所以这里可能也是供的华观大帝 这个时候我的队友提醒我 他已经找到了洗手间 原来是要往大雄宝殿旁边的这个小门进去 进到了这个小门之后 发现这里是一座庭院 种着一棵石榴树 结满了石榴 另外还有一棵林门树 也长满了林门 洗手间就是在这个庭院角落的一间屋子 去完了洗手间之后 就回到了刚才我们停车的地方 今天因为天气不够好 所以我们待会去登山 就简单的走这里台阶上山 那么我们就不带登山包 最多就带一把伞 外加一瓶水 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的队友 一般也都没有背登山包 登山包都放在车的后备箱 这雨是比较大 像这个队友这样要穿雨衣 会比较好一些 我今天是穿的是普通的运动鞋 没有穿瘦机鞋 这鞋子肯定会吃 现在还是往寺院里面走 据说登山的道也是在寺院这个方向 从这里面上山 这是一个小众的景点 刚才听得有说上一次来也是下雨 我估计是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来这边土路 因为这条线路即使天气不好 走着台阶路也是没问题的 你看 这样的台阶路 从这台阶上面积了很多的土 还有树叶可以看出 这里是比较少人来这边登山 而且这边也不怎么维护 一直还是不停的下 走到这里发现路盘有一座仙人别墅 这座仙人别墅比较豪华 是带了一个金鱼池的 这个鱼池的水还是挺干净的 而且这是活水啊 你看那边有自然水龙头 你看这几只鱼 这个地址很好啊 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放一些杂物 这里还有一个灶 这个墓是修得挺漂亮的 你看这吊着花 旁边的树种了 这个墓修得非常好 超滑滑的一个墓 路上有很多的马粪 说明有马从这里经过 可能是驮运一些建筑材料到山上面去 有一点像长乐巨石镇的那座山 就是马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巨大的岩石 这里有一座亭子 队友们在这边休息 有一部分队友不走了 他们决定在这亭子那边休息 那我们还是要继续走 既然出来了就是要锻炼一下 今天这条线路虽然是有十街 但是明显感觉 这条线路走的人是比较少 这路旁边的草丛已经长到路上来了 这一段特别的陡 好高的台阶 哎呀 这个 这个山其实不是很高 但是才走了这么一会 感觉这运动量是不小 浑身都在冒汗 这脸上的汗太多了 蒸发一下 在眼镜片上面 结了一层水雾 哎呀 这汗出一下感觉有点口渴了 刚才我来登山的时候 没有背登山包啊 没有我就去青海 这边风景也不错 哎呀 你看那一件大海 这鞋子已经沾满雨水了 哎 满头满身都是汗 今天这运动量可不小啊 这下雨下的好像挺闷的 没什么风 感觉好像到了上面 可能就会平一些了吧 好像到上面就已经到了三级了 这会雨停了 哇 空气的能见度就提高了 可以看见下面 先进啊 刚才有队友说 我们快的队员已经到山顶了 走得好快啊 这晚三速还不好速 好注意相应啊 据说天气好的话 可以从这里收集上去 这个里面沟里有水 这个沟里面有水 要做饭的话 可以用沟里面的水做饭 过来听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的水深 那不是 山羊 牛仔 不注意吧 牛仔 对 这里底下 那会不会听到下面的水深 对对对 花花的水深 嗯 所以说岩溪如果 上的话应该有水 嗯 岩溪上的话应该是有水 是不是地下水 所以很大 岩石粪里面 嗯 哪个 不知道啊 好像没有吧 不知道 好像应该这个不是机场的方向吧 今天的雨是一阵一阵的 下一阵停一阵然后又下 哇 没想到这会儿还出太阳了 啊 出太阳了 没想到 这天气 变化无常 据队友介绍说 远处的这片沙滩就是长乐的夏沙 想起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夏沙了 记得上一次去夏沙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 这山要走到比较高的位置才有风 就比如说到这里 到了这里才感觉有一些风 因为现在已经走到山级上了继续往前走 就没有那么多的爬坡 路相对比较平缓一些 快到山顶的位置 遇到了有一段草比较密 到前面还要再爬一段坡就到顶了 我原以为天池山的天池是在远处的那块突起的巨大的岩石的上面 我记得上次我是一个人来 走到了那个突起的岩石下面的位置 但是再往上爬就很难了所以就没上去 不过今天听队友介绍说 天池山的天池其实不是在那个位置 而是在旁边的一座比较平的山峰上 那么是在哪一座山峰上面呢 瞧这就是我们队站 他现在已经站在有天池的这个山峰上了 这就是那个比较平的山峰 他现在站的就是在天池的旁边 现在我们就去打卡一下天池 这段都是有台阶路的并不难走 这有一大段的下坡啊 待会从那边看完天池还要往回走的时候还要爬这段坡 接下来的这段路虽然都有台阶但是草非常的密 这边队友走得很慢 感觉他们是在开路 因为草实在太密了 这草又密 而且这种芦苇的叶子很分立 所以我得把手举高一点 以免被划杀了 这草都有一个人高了 这里没办法走快 因为看不见脚底 不知道底下踩到哪了 哇 这里更密 我感觉我要钻到草丛里去了 好在这里底下都有石头的台阶路 最后要爬上最快巨大的岩石 才能看得见天池 这上面风好大 现在要从这爬上去 哎呀 这段有点艰巨 爬一段石头的斜坡 从这里走上去不大好爬 我现在得把手机 我得把相机收起来了 上来了 看见天池了 天池在哪里 看三个池子 就是这个池 这就是天池的 你看这里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久一点我再拍个小视频 好 大家看见这天池山上面云雾缭绕 网如仙境 但是其实这里并不是很高 这里的海拔也只有四百五十米 有的队友才刚刚上来 有的队友在上面大概挺久了 还念念不舍的不想下去 我准备下去了 我是这边是姜田的 对 这边是姜田 接下来由七十岁的杨房哥给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爬上这块有着三个天池的巨大的岩石 走错了 这里下去哟 哈哈哈哈 从从那到下去 快 天池在那块石头上 刚才我们去那边打卡了天池 然后呢一路走过来 走到这边 走到这里呢有台阶路了 然后看见一块巨大的岩石 然后据说要往那个方向走 从这背后绕到这岩石上面去 我现在往这边走 已经到这了 接下来要爬到那边 爬到对面去 刚才下山之后洗澡完换了衣服 开车又坐到了这边了 我们就在这边做饭 准备在这边做饭 中火97年